当人生遇到困境 有时候转个弯思考 也许就能转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金山一家包子店的老板 三十年前原本是养殖大户 后来遇到猪架崩盘 爱吃包子的他 干脆利用自家便宜的猪肉 做成猪肉包 因为食材是自己的 所以特别舍得放料 果然新鲜又大颗的肉包 口碑很快地传开来 从其楼下的小摊子开始做 到现在光是假日 一天就可以卖出三千颗包子 成为金山的美味地标 饭头要不要吗 这样子我又要新增了 要再又新增了 天色还在朦胧之中 新北市的金山小镇 照例由王道宽和伙伴们 划布宁静赶早上工 为早起鸟准备一天的活力 我这样开始营业 要东西可以卖 所以我们差不多都三四点 就开始营业了 三个锅炉火力全开 白色音韵从蒸笼缝隙中 横发出来 要和早起的客人比速度 蒸笼另一边四个人扒指手 赶忙着捏包子 现包现真 没头脚包提前偷跑 是老板王道宽的赚钱节奏 一定要三四的医生来包开服 每天都是头脚很扒的 我们这里没有额天的包子 你现在放一边过来 其实它的肉都叫面皮 都吸收起来 所以吃起来 你会觉得面皮比较湿 但是它的肉馅变得比较没那么 那么饱碎 葱肉 卤肉 高丽菜 酸菜 四种口味交错登场 每一颗二两半 王道宽将近三十年功夫练就的手感 误差不到零点三两 包子折数十六到二十 是外在内涵双修的美味数字 你这样包起来跟包的顺 不然你一个包包五折 你包不起来 会很便宜 你太多折的话 变成说它这个皮太薄 美味数字还有1比1 是面皮和内馅的完美平衡 面皮太厚 一定会觉得你的肉馅不够 专一碗 怕是面皮的 吃起来会比较容易腻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包子本身内外兼具 吹蒸的工具也很重要 大部分店家爱用的铁蒸笼 速度快 容量多 但不受王道宽青睐 他坚持竹蒸笼采购古早味 铁它不透气的嘛 吹起来也会比较搭 面皮也比较搭 因为它温度比较高 压力比较高 五个酸菜 然后十个卤肉 五个葱肉 整细成要够的肉肉就好了 对啊 清晨五点不到 店里的温度抢抢滚 门口已经涌现固定常客 要从咬下一口 被泡泡又眯眯 开始活力蒸腾的一天 你都很早吗 晚了要排队啊 排很长呢 我都差不多五点半六点左右 就来买了 来买肉嘛 好吃的就来买肉嘛 真的要买肉吗 你不知道的 今天妈妈好吃的 陶克怕买不到的包子 真的不夸张 平日两千颗 假日三千颗才购卖 三十个蒸笼轮番掀盖 一笼不到三分钟 就全部清空 能够靠着简单的平民美食 在市场上成为温拿 稳拿台币 王道宽手底奔夫 跟他的包子一样扎实 不碰烘 中斤粉心粉 蛋白质高 面团品质好 虽然价格较贵 王道宽用起来不心疼 天然老面助阵 增添发酵风味 天气的冷热 包括本身面粉来的时候 它面粉本身的干湿度 也不一样 我到现在我还不敢说 我很搞定 我还是有时候会吃醉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因为每天的变化会不一样 负责面皮制作的妹妹 王慈容做了二十多年 谦虚地说还在学习 认真地把每个细节 掌握到好 每天都战战兢兢 当作是第一次 客人买到哪边 我们才会做到哪边 我们并不是说 做很多等客人 就是现做了这样才会好吃 面皮细心呵护 内馅当然也不能马虎 酸菜热炒之后 得闷上一个小时 让热油中和掉 酸菜本身的酸色味 变得温润好入口 高丽菜选用高山品种 菜叶清脆 水分甜度以及棒 葱白比较长 而且它这个肉里面 那个葱白的那个汤汁 会比较多 跟洋葱的意思一样 它会甜 继续贵 要先生鱼 我们有的比较好吃 继续贵一个 这先生鱼 这没有两千其美 招牌葱肉包用的青葱 只有宜兰葱才能入选 猪肉全是金山在地的黑毛后腿绞肉 食物里程短 新鲜挂剥锦 猪肉青葱 5比1均匀搅和 让每一口内馅 吃得到青葱香气 猪肉搅拌的步骤 王道宽手工慢慢拨动 轻拢慢燃 磨腹挑 天天替猪肉做按摩 是绞肉嘛 它的肉切的 它长度比较短 所以它比较硬度 所以我们就不适合 还用太大的去搅拌 比较容易会水分 才会造出来 城市分明嘛 好像灌枪有 虎也有散 鸡去打起来 好像有热狗这样 整个都壶状 都一样的严肃 天赋纯飞 对啦 因为它那个有机械剪粒 会破坏那个肉的铅合 说起猪肉 头头是道 其实汪道宽有专业背景 家里原本是金山的养猪大户 全盛时期一共养了三千头猪 但可惜民国76年左右 遇到猪价崩盘 一夕之间 家里的经济 也跟着猪羊变色 也得到 人家那个报纸形容说 整个人都在离家 都没人来 那时为了减少损失 王道宽自己撕载猪脂 便宜卖给亲朋好友 猪皮鸡鸡 不过每每到最后 后腿肉怎么样 都削不出去 比较扎实嘛 就比较硬 那吃起来口感 就觉得很硬的 咬不下去 吃起来 四口性不好 所以人家就比较快要吃后腿了 要把滞销的后腿肉出清 王道宽试着卤蹄旁 做香肠 去市场贩卖 但生意不如预期 来吃包子的他 最后想到 干脆来做肉包试试看 反正那时候猪肉很便宜嘛 我们用料就不会省嘛 可以用多少就尽量用多少 所以大家吃起来 觉得肉又新鲜 然后包子现蒸好就现吃得到 所以大家都觉得还不错 卤肉包用的卤肉 一样是猪后腿肉 酱油冰糖还有自家调味配方 腌子一碗冷熟成入味 保留肉质弹性 酱香肉香兼具 又是一款人气招牌 用料大方新鲜实在的肉包推出后 大受欢迎从市场骑楼下一天一百颗 将近三十年累积口碑 到现在成了金山的美食代表 从基隆 专门来买包子 是啊 基隆没有卖包子吗 有啊 可是这家特别好吃啊 对 它的皮很嫩 然后呢 它的肉非常新鲜很好吃 谢谢 王道宽的赚钱心法 任何事情都当成是唯一一样用心 就算是副业也可以做成主业 还在学习当中 还在算是还在半摸索 半整合的阶段当中 觉得还是有一些欠缺 面对困境在擅长的领域找出路 善用资源把劣势变成优势 把赔钱货变成抢手货 金山包子王人生力转胜 实在有料